GOOGLE 大家好 我是楊琴 最近有些小讀者都有私訊我說 他們都是看我的影片來打包他們即將來法國的行李 那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告訴大家 因為在我來法國之前 我最苦惱的應該就是 衣服 到底衣服要怎麼準備會比較好 或者是 我到底要來這邊買呢 還是我要在台灣買也好再帶來 今天就來告訴大家 衣服在歐洲的價位 所以今天不是只有法國 今天是歐洲留學該如何打包衣服呢 第一點最重要 你要去查說你留學那個地方的溫度 而且你要去查月均溫是多少 像我舉個例子我在北法 我這一年體會下來 最冷的溫度是在-3度 就是在大波多 冬天轉 春天的那個時候是最冷的 然後最熱可以到34度 可是34度就是熱浪 歐洲的熱浪來襲的時候 所以它大概只會持續個一天兩天 像我這邊的夏天喔 像現在夏天 我們的溫度大概是在22到25度 溫差很大 有時候你白天到28度 晚上可以到16度 所以變成晚上你出來的時候就很容易感冒 夏雨天這邊的話 我有時候白天就會到16度 最高就16到19 所以就整個就是 在台灣就是冬天啊 你留學的地方的平均溫度是多少 然後分春夏秋冬 這樣是不是會比較準的 然後歐洲夏天其實很短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很喜歡在夏天的時候出去曬太陽 然後出去把自己曬黑 因為像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大概是6月才會開始熱 6月底左右天氣才會開始變比較熱 會到25度左右 超過25度 大概會熱到9月左右 因為像我那時候我是8月中來法國的 南法當然是很熱 可是我覺得沒有到非常的不舒服 幾乎到了9月中之後就會漸漸開始涼了起來 然後到了10月你就會覺得說天啊 好冷喔 然後你就會看到外面的樹葉啊 已經開始變色了 然後就開始掉了 你就會發現啊 冬天真的來了 所以你看它其實夏天的溫度對台灣人來講的話 其實真的不算什麼 它最高溫就是34度 聽說台灣現在好像是37度左右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你來這邊的話就是夏天真的不用太擔心 我覺得夏天你只會擔心會感冒 因為有時候溫差很大 所以夏天的衣服真的不用太擔心 重點是冬天的衣服到底要怎麼準備 因為他們冬天很長 你看他們從10月開始好了 10 11 12 1 2 3 4 5 好 頂多讓你到6月初一點點 9個 8好 8個半月 幾乎8個半月都處於一個比較低溫的狀態 那我的行李到底那個比重要怎麼占 我到底什麼東西要在這邊買 什麼東西不要在這邊買 法國的折扣記有兩個 一個是在1月中 一個是在6月底 所以說你通常前面半年來 你9月來的人的話 你是遇不到折扣記的 除非你在6月的時候就來 可是這應該是不太可能 所以在遇到第一個折扣記之前 你們可能都花不太下去那個錢 因為在這邊買的衣服 你真的會覺得太貴 我來告訴你多貴 我在這邊買的這種啊 這個都是H&M 你在歐洲買最便宜衣服 應該就是H&M 或是有一些商店很像台灣的那種 主幼商場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主幼商場 入港有 就是那種外勞會逛的店 便宜 可是材質沒有很好 反正就是便宜就好 那種店也是有 可是那個材質就真的很差 素T 我現在舉素T 所以男生女生其實都是一樣的 這種的素T啊 在這邊賣一件就要差不多是15歐 沒有打折的狀態就是15歐 一件差不多是15歐左右 大概是台幣的500多 500出左右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台幣 而且他說真的 他材質跟我們在台灣買的那種 390那種素T的材質是差不多的 我花500多塊買一件在台灣 大概只要390290的 資料的衣服 到底值不值得 像我再舉電話一個例子 這個是我媽買給阿宅 我們在逛 遊法國的時候 我媽買給阿宅的衣服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 星際大戰有沒有 星際大戰 不是有說一句話 I'm your father 然後他這個是 I'm your 就是我是你的爸爸 原本那一句台詞是 我是你的爸爸 然後這個是我是你的豬 就水通報 然後我媽其實買到現在 臭仔娃一次都沒有穿過耶 一次都沒有穿過 媽 他一次都沒有穿過 因為他說 這個穿出去有點丟臉 這一件 22歐 22歐大概是770 大概是800塊台幣 如果是在這邊買 有印圖案 不管是字體還是圖案的 logo T恤的話 大概都是在 資料是好的話 大概都在22到25歐左右 對於男生來講好像還好 因為台灣的男生的T恤好像就還蠻貴的 這個是我在折扣機的時候買給阿宅的 這件我買的是 就是Nike的那種透氣的褲子 這一件是我買折扣機是10歐 我今天回去看 他原價是30歐 男生的衣服其實我不太清楚 反正我就是給大家一個參考的標準 像這種短的 短的 然後透氣的 這樣的話大概是賣30歐左右 然後像襯衫阿 像這個也是H&M的襯衫 我今天都找最便宜的給你們看 H&M的就是阿宅的襯衫 這一件好像也是30歐 也是差不多1000出 襯衫 Poro三幾乎都是台幣1000出頭 才會買得到 然後這邊冬天會有很多大學梯 大學梯也差不多是在歐元25歐到35歐不等 差不多也是在八九百塊 然後到1200左右這個range 你到這邊來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一件很普通的大學梯 它上面可能真只有一logo而已 就是變成 要花比台灣大概多個三分之一 或有時候會到一半的價格才買得到 再來就是 褲子 這邊沒有鬆緊帶的褲子 我唯一有找到鬆緊帶的褲子 就是這一隻 兩件 我唯一就只有找到兩件 一間店有賣 我大概逛了 我來這邊我一年 大概逛了二十幾間店有吧 我從來沒有看到他們有賣鬆緊的 我只能看到這一間 只有唯一的一間 有賣這種鬆緊的褲子 如果你是喜歡褲頭是鬆緊的人的話 我確定你可能要多買幾件然後帶過來 因為很難買 這邊幾乎都是牛仔褲的褲頭 他們這邊的人其實都不太怕冷 所以如果你很需要那種刷毛褲 請你多打包幾件 這邊的冬天大概都在十度上 十度以下 十度到零度之間 所以說如果你很喜歡那種刷毛褲的話 我勸你多帶幾件啦 因為這裡不太有看到刷毛褲 刷毛的內搭褲可能偶爾還會看到 很偶爾很偶爾才會看到 你在這邊看其實他們到冬天也是都穿牛仔褲 我覺得他們因為覺得是乾冷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像台灣那種很濕很冷的那種感覺 可是如果你還是對於乾冷覺得非常冷的話 如果你有去過韓國你有去過日本 你覺得那邊很冷的話 你已經沒有辦法承受的話 那就請你多準備幾條刷毛褲帶來吧 然後再來就是這邊的牛仔褲 跟你講這邊牛仔褲超級強 如果你是身高很矮的人的話 我奉勸你你也是多帶幾件帶來 因為像我身高173公分 我的腳長應該有 我不敢說我有破百 可是應該有八十幾九十幾吧 我在這邊買的褲子喔 幾乎每一件都是很長的 就是下面都會稍微皺在一起 或者是要捲起來 這一件牛仔褲是有彈性的 然後是我在H&M買的 可是大概也是太長 如果穿著褲子 穿著鞋子的話就會全部一坨擠在這 太...你看太長了 超長的 我173公分喔 然後這個破洞 不是破壞膝蓋 是破壞膝蓋下面 對不起 我唯一知道就是 ASOS它有個系列 它就是叫Petty 就是給比較小 身高比較矮 比較嬌小的女生的一個系列 可是如果你在歐洲其他地方 我還沒有看到 特別說 這個系列是 小 比較矮的女生 所以你是身高比較矮的女生 我覺得你可能要注意一點 你到這邊來 你可能每一件褲子 都要改 裙子我覺得 可能都會過稀 然後 還有襪子 如果你是襪子控的話 我覺得你多帶幾雙襪子來 因為我覺得歐洲設計的襪子 是超醜 應該不是說超醜 就是很素 沒什麼特別 你看我買的那種襪子都講這樣 他們都是這種的 就是很沒有什麼 都沒有什麼可愛的圖案 然後不然有一些可愛 有一些圖案比較可愛的 我覺得亞洲人都看不上眼 如果你已經習慣了什麼 韓國的襪子 或是日本的襪子啊 我覺得這裡的襪子 你不會喜歡的 你應該多帶幾雙來 像我 我就帶了超多的襪子 然後我非常開心 我帶那麼多的襪子來 然後 如果你很習慣穿隱形襪的話 多帶幾雙來吧 這裡不會有隱形化這個東西 然後我覺得什麼東西不用買 第一個是褲襪 如果你喜歡穿那種褲襪的話 不用買 不管是透膚還是不透膚的 都不用買 因為這邊其實他們冬天都會穿褲襪 可是他們褲襪都沒刷毛喔 如果你真的需要刷毛褲襪 你就要另外再買 我是指那種 我們可能夏天會穿的那種褲襪 他們這邊不會有人夏天穿褲襪 他們褲襪都在冬天穿 然後再加迷你去 所以如果你喜歡穿褲襪的人的話 這邊可以買 這邊買得到 也蠻多店都有賣的 這邊就不用帶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 不用帶的是毛衣 因為這邊的話 他們也會穿毛衣 而且他們這邊室內 其實都會開暖氣 有時候你穿毛衣 反而會太熱 毛衣這麼佔空間 你就不要把它帶來了吧 接著應該是大家覺得 最重要的東西 外套 外套我跟妳講 外套真的很困難 我就帶兩件外套來 你知道它多佔空間嗎 我帶了兩件外套來 一件是我在UniPro買的這種 風衣式的 它是防水的 然後裡面有內裡可以拆掉 如果你有看我的Vlog 你應該會看到 我幾乎整個冬天都穿這一件 然後我帶另外一件來 這一件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這一件是在星光三月 一個專櫃買的 這一件很貴 它是我人生裡面最貴的 它是一個歐洲的 好像是北歐的一個牌 挪威吧 好像是挪威的樣子 挪威的牌子 然後 它是我人生最貴的一件外套 它要一萬多塊的台幣 可是它非常非常的暖 它裡面是做這種的 裡面是鋪棉的 很暖 我基本上我只要裡面穿吊嘎 我就穿這件 我就不會冷 就是裡面穿樹梯 然後外面搭這個 我就不會冷了 所以你看到我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還都是穿這個比較多 第一個是歐洲他們常常 有時候會有下雨天 然後這邊下雨天 沒有人在撐傘 所以你撐傘反而會很怪 你帶一件有連帽的 然後防水的 其實會比較像當地人 反正就是比較不會那麼突兀啦 然後也比較方便 因為他們這邊的雨勢 其實沒有到很大 他們都小小的 然後就是 綿綿細雨下一下要停的 你拿傘出來反而會覺得麻煩 所以我覺得我帶這件 我真的很長 我大概有三分 冬天有三分之二的時間 都是穿它吧 然後如果不夠的話 我裡面就會再加一件 針織外套 你不要一件外套都沒有帶 你就來了 因為我怕到時候 冬天的話 如果轉換的話 你會來不及找到 你想要的外套 所以我覺得你至少 你要帶一件這種的防風的 因為這邊不會濕冷 所以你帶防風的外套 然後冷的時候裡面再加一件 可以塞得進去的針織外套 不要帶太厚的針織外套 到這邊再買就好 針織外套也不用買 針織外套這邊冬天超多的 如果你是有運動習慣的人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帶你的壓力褲 或是你的運動服來 像是運動內衣什麼的可以帶來 因為像是學校裡面都會有一些附屬的 運動中心啊 或是像這邊其實公園很多 鄉下的地方公園很多 夏天白天日照時間很長 所以幾乎很長的時間可以去運動 這樣我就有帶我的壓力褲來 圍巾帽子啊 像是手套 這種東西的話 其實可以來這邊買 只是 我覺得 認真的覺得 如果你很喜歡那種設計感的東西的話 你還是在台灣買一買比較好 因為這裡的東西真的是 很醜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非常愛漂亮的姊姊 而且我很愛買配件 因為胖子就是喜歡買配件 然後這邊的配件真的是 讓我買都買不下去耶 我真的全部都是從台灣帶來的 圍巾也沒有買 然後帽子我也沒有買 我帽子也是從台灣來 因為我完全看不上眼 像我這邊如果看得上的東西的話 基本上價格就會超貴 可能都會到50歐左右 可是同樣的東西到台灣去買的話 那個就根本就不用50歐 可能不到 差不多600多塊就會有了 我覺得不是因為說 全部的東西都很貴 而是台灣太便宜了 會導致說你來這邊 你真的什麼都買不下去 因為你會一直想說 同樣這個材質 同樣這個品質 同樣這個花色 我在台灣買是多少錢 為什麼這裡會賣到Double 或是Trible的價格 所以這是為什麼來這邊會買不下去 然後等到折扣季的時候 整個冬天也都過了 你也來不及找 希望我這個影片推出的時候 你們還有時間可以上網買東西 跟打包你的行李 好 希望這次有幫助到各位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還想追蹤我更多即時動態的話 請追蹤我的Instagram 或加入Facebook粉絲團 或是私訊我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